台北市北投一家知名牛肉面店 日前被外送员直击 店员疑似是把墨布水拧进煮面水的锅子里面 而且还继续照常的来出餐 让很多人看了觉得非常恶心 而北市卫生局立刻展开调查 命连老板今天下午发表声明 说是自己督导不周 除了向社会大众道歉 即日起面店将会暂时歇业 也会主动联系卫生局进行急查